原來家是大安生又好吃的 我今天專門帶大家來到George 這間餐廳吃情人節大餐 Let's go 這裡的情人節帶女朋友來吃飯 環境真的很好 夠了情調 這間餐廳可以單點 也可以試他們的signature tasting menu 而這個前菜是一個蔬菜 上面是南瓜 很香 先試一下 好像矮瓜 味道 淡淡的味道 然後醬汁會有少少辣辣的 很清香 做前菜一流 這碟是龍蝦沙律 上面有薯片 先試龍蝦沙律 有些菇做醬汁 好多種不同的味道 好多種不同的味道 在船舶里爆炸 這個很好吃 這碟是Hamachi 醬汁是綠色 有一點酸酸的 這個Hamachi我很喜歡 但如果怕聲音的觀眾可能會怕聲音 喜歡吃魚生壽司的朋友應該很喜歡這碟 我面前這碟是Troung 兩碟都是魚 Troung也很像三文魚 有點像煙三文魚 但沒有那麼鹹 這個挺清新的 兩碟都很喜歡 有些煙肉包住的Troung 醬汁都很有趣 Joss這間餐廳的菜式 主廚在玩很多不同的醬汁 每一碟都有三四種不同的醬汁 主題是吞南魚 就這樣吃已經夠鹹味了 但我覺得如果混合其他醬汁 這裡有一種醬汁 兩種醬汁 三種醬汁 就這樣數一下 也有三四種醬汁 如果一起混合吃 我就會鹹了一點點 但歐哥來說 水準也算是高 但我個人比較淡口味 這碟就是帶子 有些芋頭做的配菜 這個帶子很好吃 沒有煮得太爽 剛剛好 還有醬汁不會過限 吃到帶子的鮮味 帶子都可以 但如果是我的 我會用火槍燒它 讓它有少許焦 會更香 除了帶子之外 旁邊的配料更好吃 很清新 這碟是吃了這麼多碟 最好吃的那碟 在我面前這碟是蟹 用蟹做的 你看看多漂亮 它有些椰菜花在上面 做配菜 好漂亮 這個 蟹肉有點辣 有點像Crab cake 但沒有麵包碎 一堆蟹肉堆在一起 有些椰菜花 都算清淡 但裡面有些醬汁 酸酸酸的 酸微微 這個都可以的 而這一碟 就是龍蝦 我看到很大的龍蝦肉 這個龍蝦 都吃得出龍蝦的香味 配料都很清淡 但我想應該是冷藏 應該是雪藏 這個龍蝦 面前這一碟 就是兔子肉 上面有鵝肝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兔子肉加鵝肝 鵝肝 可以的 沒有腥味 不會覺得很肥 肚子肉 很軟 味道 原來挺好吃的 就是兔子肉加鵝肝 好 然後這一碟就是 鵪鶏 鵪鶏上面有鵝肝 其實我覺得 我有點驚訝 一開始幾道菜都是海鮮 突然間變成兔子肉和鵝肝 好像主題轉了 這個也很多菜 但是這個鵝肝和兔子肉的鵝肝的味道有什麼不同 兩個鵝肝的味道是完全不同的 這個有點燒烤味 兔子肉的鵝肝比較軟 它的鵪鶏呢 很香 脆脆的有點像乳鴿 我都很喜歡 這碟就是牛扒 有些薯仔和Watercrash配菜 我覺得這間餐廳 性價比很高 價錢吃到這麼多種類的食物 還有我覺得 這個廚師的心機給了很多 款式真的很多 牛扒也算軟 但是我嫌它熟了一點 我想它是Medium 我喜歡吃Medium Rare 它的醬汁有點甜甜 它就不紋的 雖然它煮到Medium 但如果我個人來說 我比較喜歡Medium Rare 它這個牛扒的醬是用牛油和薯仔 熬成的 放在牛扒上面 令牛扒很香很香很香 接下來就是羊架 icole肉 我覺得是熟了一點 有些酸酸的醬汁 油蛋不酥 非常好 牛肉和羊肉的味道我都要用兩隻手指 唯一控制就是太熟 接下來煮食就是有些多士 有些芝士和乾果 其實這個多士和芝士等在第一道菜是沒問題的 再等到第六道菜我就覺得有點苦頭成味 看看我們的甜品可以幫我們挽回這個麵子 我面前的就是檸檬塔 有些蘑菇和芝麻餅乾在上面 好酸啊 好香的檸檬味 七道菜裡面頭五道菜我都覺得很好 但到最後兩道菜的甜品和多士和芝士 我就覺得失了一點水準 特別處是雖然兩個人都是七道菜 但每道菜都不一樣 一頓飯都可以嘗嘗到十四道菜 吃完這一頓飯我感想就是 沒有一道菜是特別的 是說很突出 但如果你說很想一頓飯裡面有很多種的味道 每一碟菜都很多很多的醬汁 很多很多的配菜 五花百枚 吃到你的味蕾都有點混亂 這間餐廳絕對可以滿足你